咱们这儿俩回家吧 走吧 好 你刚才费车啊 走啊 你放开我 干门你们 放下 救命啊 救我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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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什么 干什么 光天花是这样抢抢民女啊 这我老婆你管不着 是吗 不是 那骗人 你骗人你 说费员 他来买票了吗 你买票 有票吗 下去 下去 别让人 别让我打电话报警了啊 先生 你买票 好 谢谢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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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压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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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费车我 走啊 你放开我 放下门你们 放下 救命啊 救我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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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什么 干什么 光天花是这样抢抢民女啊 这我老婆你管不着 是吗 不是 他骗人 你骗人你 说费员 他来买票了吗 你买票 有票吗 下去 下去 别别别别人这儿了 别再闹 我打电话报警了啊 先生 还没出港区 是吗停车 你干嘛 停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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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门 怎么了 怎么了 这种不安定因素 就得给他驱逐手机 不然在车上 威胁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哪儿的 赶紧过来 接我们俩 我们俩是让人给轰下来了 你这个大老爷们 你说你怎么不管呢 这多危险啊 我现在心里还不痛不痛的呢 你这大老爷们能这样 谢谢您了 谢谢大家 坐着坐着 好 坐好了啊 孩子你要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下轨了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好啊 孩子 你走了一路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陈雪 哦 嗯 那我就叫你雪 行 哎呀孩子 你说刚才的事多危险呢 这回跑不了了吧 喝不喝了啊 喝得多吗 哎 你们干嘛 你怎么又跟过来了呢 老太太 这事跟您没关系 你要说有关系 它就有关系 哎 这是我奶奶啊 哦 你奶奶 是这么回事啊 这小姑娘从家里可跑了好几天了 他们家人特别着急 这委托我们哥俩啊 把她给找回来 假物事 反正是这样 我孙女走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我跟定了 行 乐意跟着就跟着呗 走着吧 哎 小伙子 带我去哪儿啊 问那么多干嘛呀 一会儿知道 干嘛那么恨啊 你要不告诉我们 我们报警了啊 别别别别别别 别闹着看这个吧 我带你们见我们吴总 吴总 吴总 吴总住哪儿啊 住哪儿跟你们说也白说 哎 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告诉我们 不然我跟你说 我这就报警 我这拿电话我报警 来来来来 行行行 别别别别 说说 他左光开路 富贵山庄是188号 风水特别好呢 我知道 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老毛病 又犯了 尽管这丫头跟我非亲非故的 可瞧这架势一定是凶多吉少 这事我不能不管 小雪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认识 我是你吴叔叔啊 哎 我跟你妈可是发小 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不是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呀就在你们小的时候 你和我的儿子 小的时候 我们就给你定了娃娃亲了 那你现在就 很快就成了我的儿媳妇了 不是这事你 你不知道 是吗 我妈没跟我说呀 不可能 这么大的事 你妈能不跟你说吗 没有 我妈没跟我说 现在说晚不晚呢 妈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 我雅心气了跑哪去了 跟我玩笑吃啊 你少跟我玩这个楼 都是我玩剩下的 有电话短信 微信 微博 还要比这更快的 妈我跟你说 你就是动用天兵天将 你能把我抓过来 你抓过我人 你也抓不回来我的心 走走走 小雪呢 妈 我听明白了啊 我得全体继续 这孩子啊 这个婚姻哪得自由 你那啥年月了 你还搞不完 小雪你太没礼貌了 不是谁呀 你这手拉手的 是谁呀 我奶奶 你奶奶在天上啊 我准确地说呀 我是她男朋友的奶奶 对 我男朋友的奶奶 你什么时候要交男朋友 你 有一段时间了 我我我我 我我我 吴总 又来一位 是要找她奶奶 奶奶 涛涛 哎呀涛涛 快来我介绍一下 啊 这是我的孙子 梁启涛 她跟雪儿啊是同学 她们交往不短时间了 雪儿 这奶奶该劈劈了 你这么大个事 为什么不跟妈妈做汇报啊 啊 你看看那我这么大个误会 多不好啊啊 啊 那个我 我隆重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我男朋友 梁祺涛 这好 我叫你吃吧 我现在等了 你们你们不信是吧 笨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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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来 过来 别这么动我 别动手动脚行不行 干嘛的 干嘛的 你以为这是哪儿啊 你以为这是三六屯酒吧 从我们家里泡妞来了 在我们家撒野 男生死你 行 你不是想谈情说爱吗 今天我就让你谈个够 去 把你带一下 行吧 你吓唬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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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唬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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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嘴 小子 你挺有本事啊 连我的儿媳妇里都敢套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我不管 我不管你什么儿媳妇 我告诉你 这姑娘我娶定了 怎么的吗 行 小子 有主 啊 敢跟我叫吧 啊 那我今天看看 在我这儿 你到底是扛得住 还是扛不住 如果你要是扛住了 这姑娘你带走 但是你要是扛不住 小子 你得给我跪下来 跟我当孙子 你什么话呢 说你 你说谁孙子呢 你说谁孙子呢 大夫 你怎么是孙子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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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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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这事是因为我儿起的 吴总 我告诉你 这辈子 我不可能当您的儿媳妇 下辈子也不可能 犯了犯了犯了 犯了天了 行 我今天就成全你们 把他们都给我挂起来 走 走 你干什么这么凶 你干什么你 开门呀 开门 你们这些混蛋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是律师 把我出去了 我把你们这一帮 都扔进大牢里去 喊什么喊 不是你自己绕进去的吗 别跟我说什么大牢不大牢 我现在是在我们自己家 往我们自己的儿媳妇 真是天经地义 我怕谁啊 可怕吗 这是我们家自己私事 用你们唱过吗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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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太太可真行 这老屋这屋 这屋里边有水喝吗 有窗户吗 有水 没窗户 那怎么行啊 这就就就憋时间长了 又出点事 就这么一闺女 真行 我这 我这闺女给你 就当儿媳妇来了 不是当饭人来了 这人说话怎么着 您得注意点 开门 开门 敲什么呀敲 爸 吴总家这门得敲坏了 你排得起吗 你 你这手机叫他们给没收了 不然的话现在已经给报警 是啊 我还有一个电话 你有电 哪来的 嘘 我同学的 他让我们修除了摄像头不好 剩下都好 能打个电话 快快快 快给你三十八电话 报警 告诉他们 咱在1882地下室呢 1882地下室在哪儿啊 你跑了两趟了前面 开门 你开门 你开门 秋山你好 我我忘了请啊 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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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吴总啊 谁啊 谁是吴总 我是 什么事儿 我们接到报警 说在您家的地下室 关了三个人 有没有这回事 什么时候关三个人 不是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人 自己家的事 是是是 你别装了 我都接到信息了 吴总 在您这儿 发生这种事儿 也不是第一次了 您还是赶紧把人放 你这是叫我们家孩子 对啊 我闺女 脑子不清楚 不是在屋里头 她一个让她清静清静 想想 吴总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一分钟之内 你再不把人放出来 那你只能跟我到局里走一趟 我就说叫叫叫叫叫叫 吓唬吓唬 你说你真得推进去 你说你这 行行行行 还真是 我跟你看啊 老头 三叔 你没事吧 没事我没事 孙江 您看您这算怎么回事儿 看您闹出这么大乱子来 要不是涛涛给我发信息 还不知道要出多大事儿呢 我知道 我这次管闲事儿 我管出大麻烦来了 她是这样 我后悔不该把大孙子也搭进来 她呀 可是我没想到 哎 我因祸得福了 这回管闲事儿 我管出一个孙媳妇来 大海开双蓝呢 她们都在外面等着呢 这么多快急死了嘛 走快走 吴总 跟我们走一趟吧 还有你们俩 走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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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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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就坐这儿了 那我坐这儿了 我坐这儿了 好吃的啊 哎呀 我的好几年没吃东西了 好几年没吃东西 七成只能够 嗯 嗯 嗯 好喝 要不要 再来一块 要的 嗯 来来来来 我给你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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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一块 来 这是什么呀 抹茶牛肉 特别好吃 哦 马上来马上来 喂 我干什么呀 来一瓶水深火热 那咱能喝吧 当然能喝嘞 我给你扎好了 不要喝了 哎哎 对对 哎 娘娘你干嘛呀 哎呀 梁七涛啊 啊 就你穿成这样 你也太二了 你以为自己是卡西猫头啊 我跟你说 孙燕 也都没有我这么帅的卡西猫头 而且也没有我这么傻 这么傻的卡西猫头 哎 哎 哎我真是太善良了 你怎么能这样啊 你就这么对待我 对待你的救命恩人 你还救命恩人 哎对了 你不是说我还没想起来呢 你说那天 那天咱俩 让我多大便宜啊 谁让你便宜呢 你啊 你知道我为了救你 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吗 嗯 你知道我现在脚蚀都鼓励响了 我现在还肿着呢 你看我 哈哈哈哈哈哈 大爷也赶紧了 唉 哼 你亲嘴是亲嘴 不是你咬我干什么呀 嗯 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什么时候咬你了 我那天 我那天就是 小狗咬我手了 你骂谁狗呢 你骂谁狗呢 你骂谁骂谁狗呢 你骂谁骂谁狗呢 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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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勤务你肯大家肿了 真肿了 真肿了 我告诉你 我觉得我比你吃亏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正宗的 触你弱的肿 我去 这话你也好意思说 说实话 你骗了多少个女孩 我听话就听话 我去 谁信呢 我包呢 我包刚才放在后边来着 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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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啊 大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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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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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好 怎么了 我包给我 怎么了 穿过女孩包的 哎呦 你年轻生你干啥不好 我给送派出所啊 哎 那你 你妈没对我这个 英雄救伪的行为 表示点什么 你想表示什么呀 难不成还让我以身相许啊 许就许 哎 我接着就是了 不过 哎 你 你不是想让我对你负责吧 咱俩那天可没干什么啊 哎呀 其实咱俩挺一样的 我也刚跟我前男友分手 她被一女的包养了 中年费女子 哎呀 我前女友帮她管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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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别说你还真挺man的啊 好吧 你可不能夸我 我让人一夸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不过 不过 我觉得吧 咱俩还是有同兵相连的地方 你现在怎么样 走出来了呢 嗯 我现在好多了 哎呀 刚分手的时候要死要活的 你啊 你不至于吧 就你这条件 一大美妞 你肯定就是条件太高了 非得高富帅不价是谁啊 你说你吧 其实你虽然穿的长得都挺二的 但是你还是挺会说话的 哎 我说的每一句话 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我就说你吧 确实挺好看的 讨厌 讨厌你 谁你看 你就过来了吗 哎 这个什么齐涛能不用那个床单啊 枕头套吗 你买点新的 不用换 我不说了 就用涛涛的 他自个儿带个枕头就录住了 阿敏 哇 呦 你看谁 谁啊 哎呀 都疯了 好久不见了 妖 就像这样的 哎 哎 杨大海 这可是我们的帮方啊 啊 您可不能亏待他 要亏待他 我们全班都无意 放心吧 好 老同学见面就得出 我不会亏待他的 啊 不过这两年没见你 您是开场客就出来了 越来越漂亮 您哎呀 行了 别别正经的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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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的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啊 什么情况 来 阿敏 到底怎么想的 没为自己买没考虑啊 考虑什么呀 我跟你说 现在咱们班啊 一多半都离婚了 当初那些找老公的条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 想起来都可笑 你说要找个什么 技术工人了 谢谢啊 找个什么开出租的 那他们都为什么离婚呢 哎呀 这问题多了去了 有穷的过不下去的 有找小三的 还有跟公婆住一块打架打散了的 总之啊 我们这些离了婚的啊 还成立了个公会 叫前妻联盟 哎 我们欢迎您 加入我们的组织 提前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哎 省省吧啊 我现在过得好着呢 我也没离婚 我不会加盟您那个叫什么 前妻联盟 哈哈哈哈 我还是踏踏实实过我的日子 嗯 嗯 公婆 晚上别走了 就在我家吃饭吧 不行不行不行 晚上我还有聚会呢 哎这样 把我的信号码记住 139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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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天咱们再聊啊 您瞧你先让我进不住啊 你知道我的电话 你打给我吧 好好好 你先走了啊 慢点儿 别送了别送了 这位先生 您这是要吃饭吗 回锅肉盖饭 回锅肉盖饭 我没了 都已经卖完了 哎呀我这个人呢 就是个死心眼儿 每天中午呢 必须吃这回锅肉盖饭 嗯 哎 这位先生 您是不是就是那位 每天中午都会派您的助理 上我们这儿来要一份 回锅肉盖饭的盖饭先生吧 哎呦 这回锅肉盖饭没有了怎么办 要不然这样吧 我亲自去给您做一份 洋州炒饭 行不行 不不不不 我一定要吃回锅肉盖饭 小米 啊 怎么让客人吃剩米饭呢 你 小伙子 我给你包点饺子 好吧 哎 行行 怎么样 饺子 对啊 那这也太一般了 嗯 你这儿又不是专业的饺子部啊 啊 能好吃吗 是 本店不经营饺子 不过谁让你赶上了呀 我老太太 我今天我就给你包一回 不多也不少 就二十个 怎么样 我保你吃了上顿想下顿 吃了这回想那回 哎 信不信 尝尝 哎小伙子 饺子好了 尝 哎 真是醋 哦 有蒜 这儿 可以 来了 您吃的挺全哦 我喜欢 你看 你是老板娘 不是 我是老板的娘 哦 那就是母女啊 还真不是 她是我大儿媳妇 能干这个 这是我婆婆 尝尝 怎么样啊 味道如何 嗯 很好吃 馅儿 特别棒 嗯 哎 蚊子 啊 文家静 你 你这是弄的哪一出啊你 我想弄哪一出 我就弄哪一出 不好啊你 还每天弄个助理来弄这 你这铺垫什么呢你 你怎么自己不来啊 哎 还戴一墨镜 跟我这儿说 哈哈 你这玩潜伏呢你 我又跟你说了那么多遍了 回锅肉盖饭 回锅肉盖饭 你哎 哎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就 就是这慢慢拍啊 嗯 所以呢我就是忘不了那回锅肉 就像我 忘不了你一样 还说什么呢 真的 哎呀 哎呀 哎今天这身衣服啊 怎么样 嗯 嗯 我看出来当年的阿明了 没 这不是要跟工方出来吗 我不能给你丢人哪 你说是不是 你看那小嘴片呢 行了 留给蚊子了啊 去你的 别胡说啊 哎 对了那天啊 买人偷化妆品哎 人家赠送我那小样 你拿着就试试啊 不行 你也知道我这皮肤过敏 哎呀 我知道你是敏感皮肤 哎 人家这些国际大品牌呀 都是帮过敏的啊 你看看你啊 一天用的什么二十块钱一瓶 三十块 这是脸 女人的脸 明白吧 这道女人要为自己而活 对就得像我们学习 走了 哎太贵了吧 哎呀不贵 哎呀我跟你说 啊 你这些小包东西啊 你要单摆一千多块钱 哎呀回来了啊回来了 吃饭了吗 吃完了 哎 对对对 把那东西给我拿来 要这个拿这个 我跟你说啊你看 化妆品新的 看 都是样品 嗯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怎么这些化妆品 全是进口的 还有这个 老公你快点 过来 我跟你讲啊 哎呦呦呦掉了 你看 还有膏药 什么膏药啊 嗯 不知道面膜这一张多少钱啊 多少钱 什么呀 这个 嗯 就这么一小瓶 里面这么一点吧 顶你以前给我买的 那么大一瓶的 好几倍的价钱 我能够打折的东西吗 哎 你猜这些东西啊 嗯 那是谁能弄的 这个呢 工方 工方真行 对啊我跟你说 这以前 他根本没法跟我比啊 现在跟你也比不了啊 现在怎么比不了 人比我强多了嘛 他买这些呢 简直都是 跟那个什么似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现在啊 家什么老公 二婚 特有钱 是吧 你那眼神那融融出来 特别羡慕他这二婚的老公 对 洗发 那个 你怎么样了 孩子多大了 没有 没有 对啊 真的 为什么不要啊 就是 找不到 有感觉的 所以就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怎么可能啊 你一直没结婚 我也想结婚啊 嗯 可是就是没有 没合适的吧 嗯 那是你太挑了 是太难找了 是太难找了 好 我看见了吗 是不是你叫餐厅啊 敏海餐厅 啊 为什么叫敏海餐厅啊 我妈叫周敏 我爸叫梁大海 那就叫敏海餐厅了呗 哦 你想咱俩以后啊 照顾什么 雪儿 哎呀 雪儿 哎呀好久没见你 我都想死奶妹了啊 奶奶 你你你心里还好吧 好啊好啊好啊 康康 嗯 奶妹给说你了 她来个人不早告诉我 我先来还书的 你看 哦哦 还书啊 好 来 涛涛快点带楼上 到你房间还去去吧 我们我们在这儿还就行奶奶 我们 哦在这儿还呢 那在这儿还 来坐下坐下 拿最好的最好的 哎 好啊 哪一雪儿 那这是果茶 啊 这也是饮料 这个还有了梅呢 啊 你看你喜欢喝哪个啊 喜欢喝哪个我们家都有 喝完了还有 行了行了 奶奶 你你招待好她啊 啊 小姨我妈爱着老太太 哎 老太太不方便要上老婆去 嗯 别上去了 奶奶在这儿上去不好 那也行 小姨我妈爱着老太太 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是认真的吗 我当然是认真的呀 那咱俩这都同生死共犯蛋了呀 那 那什么呀 那我妈那儿 你你妈怎么着 我妈那儿可能不同意 我妈那儿可能不同意 我忘了啊 你妈原本是想让你帮大款的 是吧 这南方得有车有房 不是 我妈但是希望我过得好了 她也不是想让我找一个多大的款 但是 但是你们家 就就就我们家这样了是吧 开一番火了 等到哪天什么时候还黄了 那时间不早了 我去应聘了 哎 你你路上小心点啊 闾一次 张熹 我告诉你 我妈是我妈 我是我 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谁也管不了我 咱们开个小会儿啊 咱们讨论一下这个齐涛这个事 妈 我跟你讲 这齐涛我不是不想管的 我想管的 我管不了 我跟你讲 我得干活 我说的是啊 齐涛到这个年龄啊 可以找个人管管他了 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女朋友吧 是我给点的远洋谱 所以我就想啊 让他们俩早点把这婚给结了 结婚 对啊 妈 齐涛她多大呀 她也是个孩子 大海跟你结婚之前懂什么 什么都不懂呢 就是个愣头青青头愣 这不跟你一结婚啥都懂了 妈 这女孩有谱 对啊 有谱 怎么没有谱啊 我还跟你们说 齐涛要找一个能降助她的姑娘 不容易 过了这村可没这点啊 妈 妈 妈 就是我刚才说的房子 房子是不是问题 房子必须得有肯定得有 对啊 是个难题 咱没想办法吧 家里这么多人 是不是 对 对 我今天宣布一个大好消息 梁齐涛马上就要结婚了 哎 齐涛要结婚 当然要结婚 他真是谁结婚啊 大叔 有人 这事啊 拔子还没一撇 他说什么也说 我跟那养妈的意思 主要是讨论什么呢 让齐涛啊 有个女朋友 有人管着 主要是这意思 对 是不是他那个电话上那个女孩啊 对 对 就没了 真的 对 来来来 马上马上 过着倒上倒上倒上 马上 来来来 哎呀 我当年毕业的时候 那 直接进国营单位 不是吹 现在 哎 基本大家都没有了 福利分房 那时候多棒啊 说对了 我告诉你 咱们今天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房子的问题 你看涛涛吧 是我们梁家的独苗 我们梁家续香火这个重任啊 就担在他肩上了 所以我就想 把他们俩这婚事给办了 我建议咱们大家呢 一块凑凑钱 给齐涛买一套婚房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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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我声明 我不是拉咱猪啊 咱是借 不行 不行 对 不行 妈这事可不行 这哪有这么干的 你现在有新女朋友了 多不容易啊 咱们做长辈的 必须支持 妈 是听我说几句 能不能听我说几句 那你说 大哥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今天我当着大家这么多人的面 我有句话我必须得说 我憋着难受 你说 这什么 你太浇灌齐涛了 干嘛呀你说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跳楼吗 不知道 因为他心理承受能力差 为什么差 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在身边浇灌着他 这孩子们出去经历一下 打拼一下 这不属于很正常的事情吗 一个男人靠着家里吃完 那是男人吗 妈 你你不 不用这么说 那个 那个我们这事 咱们 我们不 我们自己上班了 你别说我害 我都没说完呢 房子 买房子 多少钱啊 多少钱呀 妈 你是怎么着啊 你是准备把我们大家全 掏空了是吗 就为了你这孙子 吃一瓶 妈我觉得 小西说的挺是这么回事的 挺有道理的 我太有道理了 我 小西 你别跟着瞎起哄啊 你没看见家里人 都看你的吗 我告诉你 这每家呀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都不懂我 是是是是是 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就我每个家 是吧 不就欺负我嘛啊 妈你怎么不知道可怜可怜我呢 你耗着耗着到家 骑骑钱 把我那房带给我完了 小西怎么说话呢 她怎么这样呢 妈妈多次跟你说过 有妈的地方就有你的家 妈什么时候说 不要你了啊 为什么要帮齐涛买房呢 是因为齐涛是我们啊 那个老梁家的长孙 不买 行 不买就不买 不买 我根本也没想着大伙买 我这 我刚还这句话 我不买 带带带 来来来来 这怎么着啊 爸 同学 这是 没喝啊 爸 生快乐啊 你就不能安静点 没开大人这说话呢吗 姐夫 怎么还在出什么气啊 就是 不是 没这活着那么大呢 涛涛 打开 打开 来 吃点菜吧 这还一喘气的呢 怎么了 拉这张脸给谁看呢 不是李俊要刁难你了吧 不是 我家里面的事 我现在是事业 爱情 家庭 没一个顺心 得 那我给你找件顺心的事呢 你还是别给我找了 找也不如什么好事 不是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恩将仇报是吧 这什么态度啊 我看你是忘了我上次帮助的日子 对对对 我都把这事给忘了 我我我我晚上请你吃饭啊 今儿就眠了 姐不用你抢了 你走我给你抢了 谁呀 我给你找你来的 你能不能别跟我妈似的 我 我不相信啊 我就知道你得这样 我跟你说啊 那人条件可好了 你要不要 我分分钟就给他介绍 你快赶紧的 分分钟赶紧给我发出去 你爱谁要谁要 杨夕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个社会可是狼狗肉勺 再说了 当初是谁跟我说要嫁一起嫁的 人家就要结婚了 你要结婚了 对我家亲爱的说 这个月就去这儿了 是你结婚了 你妈我一个人生这儿了 我说是什么 那你慢慢瘦着了 我告诉你这么大一件高兴的事 怎么还没钱打采贴啊 家里的事啊 我妈为了她的大孙子 真的是什么都豁得出去 召集我们全家上上下下 大伙一块凑钱 给她大孙子买房子 我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她怎么不知道 召集大家给我凑凑钱啊 我还使她亲闺女呢 有她怎么办事的吗 我真是伤透心了我跟她 我已经决定了 卖车卖房 然后辞职 背着行当初的旅行 这事我还跟你俊说了呢 她表示非常理解我 真的假的呀 这只保护我的社好 疯了吧你 跟着人家说 你这只保护我 你这只保护我 我放开我 赶快去 我的家 我 我 警方 你 你 什么 真的假的 不是 为什么呀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下班我就过去 妈 怎么都来了 妈 妈 来了 来 妈 坐 坐 不请自来呀 好吧 你们也坐 怎么的都 坐不下呀 我问你 你把房子卖 咱们都给我们大伙商量商量 好好说 这事能好说吗 这个事啊 这个事 妈 这是小事吗 你把我家卖了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吗 我这现在还没结婚呢 怎么着你就不管我了是吗 你为了你这孙子 连你自己都不管了 我还有二十多年案件呢 我这还到老 还到死 我这不信我爸在世的话他能舍得 小心 冷静点 我都想到了 你们肯定反对 尤其是你梁小夕 我还是那句话 手心手辟都是我的肉 梁齐涛呢 是我们家的独妙啊 肩负着给我们老梁家延续香火的重人 小夕呢 你一个女孩子怕什么呀 是不是啊 将来找对象找一个有房子的男朋友嘛 对不对 你一接工不就有房吗 要不然我不会这为梁齐涛在这凑房子的 有房子哪儿愿意带你呢 人家愿意吗 我无所谓啊 我这三家门留住 那哪儿行啊 怎么不行啊 我进门里边不让啊 不是不让 我们这哥几个都有房子 就您没房子 后来人家说闲话 我们这梁岚哪哥 说什么说什么 我根本我不在乎 我爸原来是这么想的 想把我那个老房子 给梁齐涛当婚房 可是后来一想想真的 实在是太老了 做个婚房不是太合适的 所以我就把它卖了吗 怎么的 你们都愿意让我一个老婆子 就在那儿老房子里 不是妈 这个从法律里讲都讲啊 这房产应该算是老爷子的遗产 按理说应该每个人都有份 是吧 咱家 是这样的 我帮妈说一下吧 这个房子加上爸爸部分遗产 一共是二百八十万 咱妈享有其中的一半 剩下的一半 妈享有五分之一 其余的部分 咱们每人都有一份 才两百八十万 还算上了遗产 妈 您知道您这房子现在多好吗 您您知道您这房子在什么地段吗 这么好的房子 怎么才能卖到二百八十万呢 哎呦 您要是缺钱您跟我说 我跟双兰我们砸锅买铁 把钱给您啊 您怎么能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把房子给卖了 我闭什么嘴 您不跟我商量一下 您请和您冷静一下 我怎么不冷静 你说话呢这是 咱妈是一家之处你知道吗 我没说咱妈不是一家之处 我现在说事了 房子的名字本身就是咱妈的 房子是咱妈的 你知道吗 我没说房子 我现在让法律出去走的话 咱们还分不着呢 你是律师你说的都对 没错你说的都对 你少说两句吧你 我怎么少说 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明白了啊 你们说什么都对吧 你们第一吗 没有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不定应该没办法 反正房子也卖了 来不及了 那我们咱进行下表事 我呀 我护出这张老脸 我求大家 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 为了你们的爸爸在酒泉之下 安然闭眼 第二 为了我们老梁家延续香火 第三 为了梁七涛 能重新面对人生 开始新的生活 基于这三个理由 我希望大家啊 把分得的那个遗产哪 别拿走 咱们集中起来啊 借给大哥大嫂 为涛涛买新房子 这可不行 我们不同意 这弟弟妹妹们怎么办 不合适 不合适 你们俩闭嘴 你们俩是当事人 你们俩不要发表意见啊 没你们的事 小夕 老二老三 你们谈谈看法吧 反正我还是刚才那 妈 我代表我们全家 同意您的意见 你怎么就代表全家了 你能代表我吗 你能代表高一娜吗 妈 我觉得 你别说啊 我觉得妈您这件事 处理得非常是欠缺的 这房子是妈的 当然要听妈的话吧 没错房子是妈的 但是也要我爸 话说清楚 妈我觉得您给大孙子买房子 我同意 我坚决拥护 但是您不止有一孙子 您还有一个外孙女 您还有一个孙女呢 我代表高一娜她爹 我头反对 我还是她妈呢 但是你一点都不相信了 我真没你说话的份 你是不是瞧不起同村人 你是不是瞧不起同村人 就是因为高一娜姓高 怎么了 高一娜不是家里人吗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的房子 关你什么事 你们家房子又不能说话了吗 我觉得您这么做 就是封建残余 就是重男情女 就是不对 你怎么说话了 我怎么说话了 我怎么说话了 你是不是长妹 行吧我说不过你 好小心 小心你这么说 扯到我这儿来了 我现在还能去说什么呀 我一点权力都没有了 我就是说了 我也没意义 少说几句啊 我还没死呢 我告诉你们啊 为了我们老梁就延续小活 我这个老命 我可以不要 你们有什么同意 我就接你们的爸 什么爸 妈妈 你接着啊 没事 妈妈 你妈妈 我怎么这儿没有温度 我说了不惯呢 妈妈 妈妈 我先表个台 妈 妈 妹妹听您的 我也听您的 咱们是一家人 说得好 妈 我们家依娜跟妹妹一样 都听您的 行吧你们都是好人 你们 不让我说谁说啊 真是 我的意思要借 咱们一起借 啊 不借 拉杆红 不是妈 你什么意思呀你 你就明摆着就非得 让我从这家出去是吗 你要准备把我赶到哪儿去 你说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现在就分家是吗 行了行了 小心你没得住去我们家 你也住嘴 住嘴听我说啊 我是不是一家之主啊 我说了算不算 是您说都对 我主张民主主义 我反对霸权主义 咱投票表决 大哥大嫂 他们是当同意 他们不算数 咱们投票啊 同意接钱的 把手举下来 两票 不同意接钱的 把手举下来 也两个票 二比二 这个不行 这不行 出来 重来 重来 重新表决啊 不同意接钱 把手举下来 哎呀 不能这么举 两票 同意借给梁西涛的 举手 三票 三比二 少数 通过 报销 妈你凭什么投票啊 我不是这家的成员吗 你说我是不是这家的成员呢 是 刚才我给忘了 这下想起来 妈你算 嗯 好 三江 哎 记录在案 记下啊 好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好 我看谁敢再反对 行 我是外人我先走啊 你们聊吧 你倒有自知之明 妈 那我们先回去了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 哎 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 房子卖亏了吧 还不上说 你知道现在这房子是什么房吗 学区房 刚刚有一中点中学 就迁到你们家这楼下 我还想让娜娜转到这儿来上东学呢 可好 招呼都不打 转手就给妈呀 你不说话能憋死吗 我说的是大实话 一人财老三十二万 连招呼都不打 就都给了你妈那孙子 你妈谁是孙子啊 哎呦我哪敢骂人呢 我的意思是说你妈妈那宝贝的孙子 你说你这人什么心态啊 有你这样不靠谱算你的女婿吗 咱们家缺钱吗 哎呀我跟你说 缺不缺钱是一回事 借不借钱是另一回事 你妈妈这么做简直 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嘛 我妈怎么强人所难了 这齐涛不是刚毕业 这不困难吗 她是真孙子 长子长孙 你就要辛辛苦苦干一年 挣了工资 还不如你两个的奖金多呢 咱们都是一家人就不能 互相帮帮忙 帮衬帮衬 支援支援啊 怎么了 要我说啊 你们这整个就是 浇灌纵容 大学刚毕业就窝在家里 做啃老族 不对 现在留意叫什么 屌丝 对 啃老族式的屌丝 年纪轻轻的 就应该出去闯闯 你们家可好 为这宝贝孙子 全家给他砸了几百万 这对得好啊 这是害了他 我告诉你 迟到有一天就会出大事的 你累了 我来看 靠边我看 来 喂 好 我在路上呢 那个我 你稍等 每天 哎 哎 哎哟 哎哟 我看你这么多就过来了 我就说的 我说哎哟 我说真是的 我说真 走在马路上 要是广场上 你跟我打招呼我绝不敢认你 你瞎说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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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你太漂亮了 你才漂亮了 你看你劣势很带 有没有人说你和喜儿是姐俩 还真有人说 你敢敢说 这有人说吗 我感觉特别准确了 真好看 这个颜色也好 附生来拿咖啡 来 你今天请我来 可不完全是为了喝咖啡吧 你说对了 我今天我就想 我找一个风景优美一点的环境 请你喝着咖啡 咱们聊着陶陶和陈雪的婚事 你说这孩子大了 有时候就跟娘不是一个心了 当然了儿大不由娘嘛 我就这么想 既然她那么愿意跟陶陶在一块 我就放手 对 咱们聊点具体的事 然后让你心里踏实 四脚落地的 是这么回事 你说吧 你有什么担心你就都说了 我的生活水平是这样 我是 应该是中等还要往上 看出来了 陶陶回去没跟你学舌吗 跟我说了 她说奶奶 我去雪儿家 他们家装修的特别特别漂亮 不光是装修 当然了装修呢 也就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要是根据现在年轻人的口味 说不定都不一定能合适呢 不不 现在不过时她都说了 她说特别特别漂亮 你们家装修呢 我们家就没装修 我们家拎包入住 有那那那这这这这 入住这 对 这怎么住这个 不 我们家这主要是高干待遇 就是我 哎呀 一直忘给你介绍了 她的话也没说吧 她爷爷是局长 去找公里 对 真多叫我去找公里 错不了 错不了 我们家那房子吧 有14050平 哎呦 我那14050平 那可不是 现在说的那个14050平的概念 实际相当于现在的200平 甭管怎么说吧 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闺女不会嫁过去以后 挤你们家的格子龙我就踏实了 不可能怎么能挤鸽子龙呢 你开玩笑 我们是这么决定的 首先我们给她买个新房 买新房 这新房面积呢 一定要不低于140平 这么说吧 我怎么也得让孩子 十个人到二十个人开个大派对 你不会感觉拥挤踩了鞋 挤了膀子 那不会的 这开个大派对不扯你 就这个水平 您看 你买衣服 我放心了 我放心了 其实孩子们也没有必要那么奢侈 只要住的宽敞 舒适 就行了 怎么了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这么正经的跟我说 哎 怎么了 我奶奶把她养老的房子买了 把我她爷爷留下的房子给卖掉了 我从生下来开始 我从来没觉着自己这么无能过 我爱你 我特别我特别我特别特别爱你 但是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应该提结婚 就那房子 我姑姑我叔叔都有份 虽然她们现在不要了 但到时候都得还 你知道嫁给我意味着什么 你嫁给我你就要受苦 我不想让你受苦 所以我觉得咱俩时候要不就不结了 你等我 等我把我的游戏软件设计出来 等我设计出了全中国最好的滑板游戏 等我什么都有了 等到时候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那 那我回去 回去跟我妈说 看看能不能不要房子 再说 再说咱俩可以还按揭呀 咱俩贷款买房 只要不奈到奶奶的老房子 按揭 嗯 能行吗 当然可以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干什么都愿意 老公 你说 这个月的流水 再加上营业额 咱们怎么 还有点亏呀 是吗 那得找找原因什么问题 我本来想好了 我觉得咱们这儿应该上火锅 但是你得买锅子吧 你得买炭 还得进羊肉 还得找那会烧锅的人 您这意思是不是又打算烧钱 可不是吗 你自己算啊 我还想把这儿啊 我跟你说啊 我还想把这外面 再装修一下 这样一来 是不是 起码这个数 三十万 三十万可不行 我跟你讲 咱现在正中之中就是奇涛 咱首要的问题 得考虑她结婚的问题 那当然了 我现在就是考虑这问题 所以我才想到 咱们要想办法改革 挣钱 你想现在的女孩 人家跟咱住那儿 不可能 你得给她买婚房吧 婚房就得花钱呢 这些 是不是都得压在咱俩的肩头上 没办法 谁让咱俩是她爸是她妈呢 就欠她一辈子 老花梁 你看这活给您干嘛呢 您把钱给我付了呗 干得不错 哥几个 我呀 这不是有事吗 你明天来结账啊 别别别 老花梁 你看这活 今天都给你提前完工了 你把钱给我呗 今天不行 我没准备 你这么大一个饭店 三千块钱 你先拿不出手吧 你不结 我咋给兄弟们结空钱啊 你也知道 我这么大一个饭店 我能欠你三千块钱吗 我这店在这儿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啊 你今儿不结啊 我今儿就不走了 我就住你这儿 明天你结了 明儿我再走 行吧 来 走 你干什么呀 公元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我干点汤 水里猪狗 肚子鲜肉 贵贵肉 有你这样的吗 你知道你这叫做什么吗 你真是霸王餐吗 我看大姐你是霸王花 霸王装修 我说不给钱了吗 那你给啊 我不是答应你明天就给吗 行行行 你今天费要钱是吧 我现在就去取钱去 怎么了 你谁啊 你老公啊 什么老公什么事啊 就是 装修费 拖欠装修费不给 多少钱啊 我 三千 多少 三千 我说明天给他 不是说他费 你 蚊子 不准蚊子啊 蚊子 这事你别管 蚊子 他是老爷们爽快 我在 老板娘 找了个好男人啊 走了 蚊子 你让他们来了 蚊子 蚊子 说这有多大的事 蚊子 我真是觉得 哎呀 你就甭说了 走走走 我能不说吗 回头 你听我说啊 你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完 刚才谢谢你啊 你这话告诉我 是不是缺钱了 没有啊 就是那什么 是 那刚刚那事 只是 就是最近 你生意不太好 这个 资金有点 都转不过来 这样 我那都已经跟你想好了 晚上的时候呢 在外面加上四张桌子 开一个夜市 加上一些烧烤 这样的话呢 你的营业时间也就变长了 人气呢也就很棒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 这想法吧 我觉得 都挺好的 但是 就是 一是啊 我觉得我这个 资金的周转 这第二呢 我觉得这事吧 我怕 我们家那一位 我跟他说 他不同意 这个钱的事呢 好办 我帮你出 至于说你们家那位呢 不对呀 你这个餐厅不是你在张罗吗 你这点主还做不了啊 虽然是我在张罗 但实际上这个店 行行行你这样好不好 不是 你好好跟他商量商量 考虑考虑好吧 反正钱呢我这出 他要是再一身一鬼的话 你 你就说从我这儿贷款呢 贷款 我这都不行啊 你还我呀 你这么点点 我来我来 你慢点啊 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 太棒了 你过来看哪 哎 我还想把那个烧烤摊啊 也往这边挪一点 哎 坐在外面可以边喝啤酒 边吃烧烤 太对了 怎么说 那我得谢谢你了 哎 先别信我 我要保留这准机会 你少来这一套 你一保留机会 不定要出什么幺蛾子呢 你笑起来真美 又来了 哎 你吃饭了吗 我要吃了饭上 你这是来干嘛 还有饺子吗 有啊 怎么了 没事 烫了一下 哎 拿那个酱油 哦 哎 帮我忙一下 哎呀 这酱油怎么能行呢 哎 你等着 我们都是用这个 哎 蚊子 哎 哎 哎 没事 看看 光顾着腾脑子 涨的钱都不要了 嗯 花一百块钱 就买一盒八块的腾肠花碗 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帮我那儿吧 好 可以放柜上了 哎 谢谢 哎 哎 哎 我来吧 一看你在家就没干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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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着我 哦 没事 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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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吃着饺子 我不能吃饭了 意外 是的 怎么光吃饺子 我吃回锅肉啊 你帮我打包吧 没问题 你不是说 刚才说要谢我吗 嗯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看我们公司那儿来了一个助理 嗯 她呀 业务水平非常好 但是就是平时的穿着非常地不讲究 这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必须要带她出去见客户嘛 嗯 所以呢 我觉得不导致导致 不好 我今天想上街那儿给她买点东西 你帮我参考参考 我从来没听说过 还有这么好的老板 这不过分吧 听起来不过分 哈哈 哈哈哈 嗯 文子 嗯 你对你的员工可真好 给他们买这么贵的化妆瓶 你想他们能不跟你好好工作吗 嘿 你说人家把这年华 好 都卖给我们公司了 我就是花点钱 总得换回一点青春年华吧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颜色搭得不错 那边还有呢 让它看看 你别说啊 这儿商场的衣服啊 就是好看 比我平时逛的那些地方好多了 那你就下次到这儿来买东西啊 到这儿来买 我得看看 这么贵啊 挺合适的 你几年衣服要六七千块钱 那也太贵了 其实啊 你跟大海的生活也没那么拮据 大海一个月也挣那么多钱 再加上一个小饭店 你完全可以到这儿来买衣服 那个大海吧 我得算算 他得有六七年没陪我逛过商场了 每天啊 开他那个出租啊 累得要死 一回家倒头就睡 而且 你说说 这些衣服 我怎么能在我那个饭店里穿呢 我跟你说 这就得约会穿 约会 凡子 你可真能拿我打茶开玩笑 我现在 哪还有机会去约会呀 你觉得这是什么 这件特别好啊 这件不错 你看 你要穿着这衣服 你就认识了自己 因为在不同年龄层里 女人有不同的韵门 你试试 小姐 嗯 这件是我们今年当机的流行画 这件是我们今年当机的流行画 这件真的很适合你 好 怎么样 还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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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